我們就來學習日本的湯道精神 九步驟 泡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冰冰冰冰 前幾天有一個晚上 夜深冷靜的時候 跟阿傑突然從清朝歷史開始聊 再聊到台灣歷史 可能是因為我最近在看《王者天下》 阿傑把中國歷史、台灣歷史倒背如流 就一路聊到張雪良被幽禁這個世界 被蔣中正給幽禁了 我就熊熊想起 他被幽禁的地方 就是我超喜歡的少帥殘垣 沒錯 那個地方就是可以吃還可以泡湯的地方 但是我這一生只去過兩次 因為他真的超級貴 可是他所有的設備、環境都保養得超級好 所以我今天就帶大家去少帥殘垣 出發 你有沒有泡湯過一千塊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去少帥殘垣 沒錯,我們可愛的莎莎爸爸又來大莎釋放啦 Surfshark VPN能讓你觀看有區域限制的音音 Netflix、Bisney Plus、HBO GO 這些串流平台的國家限定都可以輕鬆解決 Surfshark能輕鬆連回台灣的IP 在國外也能在家爽爽的享受當宅宅的幸福感 而且,只要你有心研究的話 常常能在國外的網站看到 特價機票、特價遊戲有兩、三者的超誇張價差 而Surfshark能一秒切換國家 直接讓你爽爽開滿 這個呢,可是內行玩家的省錢接招 趕快到下面點選我的專屬優惠碼 拼拼拼即可獲得我的專屬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免費再送三個月 跟著莎莎到哪裡都是省錢宅宅 請問一下那個之前是不是1600啊 對,我們有講過 我們朋友有個小檔 嗯 之前1600 那他走下來這邊呢,有一個小六茶鋪 就是他們這邊吃下午茶的地方 被燻烤了一番 好,今天人很多哦 今天是假日,假日的話這邊人就蠻多的 我們這邊就是泡腳池 然後都是乳白色的白黃湯 哇,這邊就是要下去兩層樓 然後去泡精緻湯屋 它這邊的豪華湯屋就是多了三瓶 然後多五百塊 那我們去擠著精緻湯屋就好啦 開小樓 開小樓 105 燒出來殘月 這個環境真的很漂亮吧 超猛的吧 很喜歡的哦 這邊全部我覺得都包養的超級好 你看,這邊就一進來然後會有浴巾 一個溫泉池,一個冷泉池 外面呢就是可以看到這個 漂亮的金色 好,各位 我們今天呢先不急著脫衣服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陣子我看了一個電影 日本的湯道 You Do 那部電影在講述日本的那個職人精神 道的精神 湯道就是他們泡澡的啊 然後泡溫泉的啊 泡湯的 超級無敵,講究的精神 日本人在泡湯的時候呢 他們會有九個步驟 我會想要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 裡面就講到說 泡湯其實就是 洗滴心靈 湯道溫心 為什麼說湯道溫心呢 是在泡湯的時候 人在一個全弱的狀態 泡下去 那個所有的負面情緒 會因為那個微小的幸福感 一沖而散 那個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好 原本就是很疲憊啊 或者是受到什麼樣的委屈 然後受心寒呢 都可以因為泡湯 直接把你的負面情緒全部沖掉 所以 每次在泡這些溫泉的時候 我都一定是非常開心的 覺得 被這個溫泉溫暖人心 才想要介紹給大家 所以今天 我們就來 學習日本的湯道精神 久不久 泡湯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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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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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